穿古裝飾演老婆婆利用腳扭傷 試圖博取年輕姐妹花信任 但下一秒又搖身一遍 那眼煙勳妝塗上黑口紅 化身反派异鬼演技非常到位 50歲女星李宇柔 时常受古裝劇的固定班底 卻惊傳她常爆裂一度命危 戴着口罩甜蜜的脸貼脸 李宇柔时常分享夫妻俩生活 而李宇柔今年7月 因为结肠肿瘤扩大住院开刀 没想到三个月后 肚子痛紧急送医 发现是常穿口 家户病房待了12天 21号才刚转普通病房 隔天又进手术室开刀 不少亲友粉丝都替她 集气加油 你记得妈妈的声音 这是我是妈妈 你一定要回来找我 李宇柔求子之路艰辛 曾经流产过十几次 好不容易保住了第一胎 最后也没能留下 直到怀上一子一女 都是她辛苦卧床九个月换来的 好不容易生下儿子 却罹患罕见疾病 但一家四口乐观面对 撑过来了 拿到最高的CV级 当贵物 上个月8号 李宇柔开直播 两侧脸颊明显销售 住院消息一出 家人好友都祈祷她能度过 这次难关 再来说 林明达张旗云台北 拆讯不懂 工作室